南澳一千零一個故事 南澳在哪裡 相信許多人都不太清楚 這個宜蘭縣最南端 面積最大人口卻最少的偏遠鄉鎮 是蘇花公路的中濟站 處在宜蘭和花蓮的交界 當地居民開玩笑地說 這裡是宜蘭縣 花不花的地方 是蘇花公路的三部管地帶 整個鄉鎮沒有醫院 沒有銀行 只有一家便利商店 但是南澳鄉卻擁有全台灣 最美的蔚藍海岸 部落的天空揮洒出天堂的顏色 七千萬年前台灣的造山運動 就是從南澳開始的 海岸邊大大小小的海石洞 曾經是蘇花古道的休息驛站 這一片隱藏在蘇花公路的人間樂土 有理人形容這裡是上帝的部落 但是在北回鐵路開通之前 神職人員到上帝的部落傳道 可是連個小吃店都找不到 肚子餓了也沒有東西吃 當地賣兵的老闆 就特製了用料豐富的傳道兵 餵飽這些牧師神父 就這樣傳道兵成為南澳必吃的特產 現在就跟著一千零個故事的鏡頭 走訪南澳鄉 您一定會深深感動台灣有這麼美的地方 是天堂的顏色吧 這樣的破曉讓人自窮了 只能吃傻凝望著 神魂顛倒著 蘇花公路隱藏版的蔚藍海岸 就藏在宜蘭南澳鄉 南澳聽起來些許陌生 去擁有你對海的所有美好想像 牛奶藍的海天一色 女神的海石洞 扭轉經波的神秘海灘 此般人間美地 長年以來竟然只被當作蘇花公路 南來北往的中繼站 女人匆匆地歇歇腿 沒心思多看南澳幾眼 樸素的老街 就屬這一家經營超過半世紀的老兵店 聽得到喧嘩人聲 看得到鑽動人影 草莓牛奶有到了嗎 到了 船到兵一碗加蛋喔 紅豆牛奶 快出快出 古董製兵機搭搭搭搭的站 彷彿把時光轉回土小年代 這個機器大概就是 光顧前後留到現在 就老爸的手上留到現在 它一直都是靠我們自己在維修 這個就清冰放下去 然後我們機器它就把機器打開 它就自己在這邊打 散著淡淡香蕉油香氣的清冰 從氣場的冰桶拉拔出來 像是007電影的生化武器 這個不是加冰掛 這個是煮好的材料直接下去做的 做出來就這樣子 好天氣 假日的話 全天都要做啦 就沒有停過 機器就是不能停 其實很累對啊 你來看了就知道 對啊 沒有他們講得那麼輕鬆 他們說第一個賣兵 第二個當醫生 再怎麼笨人要去當醫生 林漢宗是老店第二代當家 退伍後在台北做室內裝潢 後來父母親年紀大了 他才回到南澳 娶了冰店老闆的女兒 頂下老丈人的店 30多年前 北回鐵路還沒開通呢 固定上門吃冰的 是上山傳教的牧師神父 那些傳教室 進來這些偏連地去傳教 肚子又餓 又熱 像這種天氣就很熱 很熱他們 那時候鄉下也沒有什麼 麵店 飯店什麼都沒有 他們就想說來吃一碗冰 解解渴吧 所以他就跟老闆娘說 你把那些豆給我加進去 可不可以給我加一個蛋黃 老闆娘想說好啊 就給你加一個蛋黃 他們就這樣一天就說來傳教 就這樣當成一餐再吃 就這樣傳到冰 成了冰店的招牌 耳後還真的一個傳一個 越傳越遠 許多人經過南澳 一定要吃上一碗 我們從台北 專程來吃冰的 嗯 好的 這幾年流行環島 小店也擠滿快中暑的biker 上邊啊 哦 讚 幾籌清兵化成沙漠利州 指瘋狂的客 你們是從哪裡騎來的 高雄 高雄 你們騎第幾天啊 第五天 第五天啊 會痛啊 會 很痛 還蠻痛的 拜拜 拜拜 謝謝你啊 謝謝 老闆娘劉敏玲 站在門口送網民來 一會兒要鑽進小廚房 熬煮南瓜 她說現在很多年輕人 不敢吃生雞蛋 她乾脆做南瓜冰淇淋 來取代傳道冰上 那球黃黃的 由於老店開在蘇花公路上 劉敏玲說 最怕的就是颱風下雨 蘇花貪方 對 我們真的是靠天出爛 只要蘇花公路 一旦聽到好雨 喝 抱或什麼 我們完全都不用聲音 就完全盡空了 幾年前 梅基颱風造成蘇花公路大崩塌 死傷慘重 冰店整整八個月等不到客人 臨時工啊 看是裝潢的啊 還是一般木工的啊 就出去做啊 不然怎麼辦 不能兩個夫妻在那邊對看 這樣老婆會生氣耶 蘇花是供給南澳鄉養分的 生命期待 這個宜蘭縣最南端 面積最大 人口卻最少的泰雅族鄉鎮 包括東澳 南澳 今月一共七個村落 居民卻不到六千人 南澳鄉還有一個全台灣 唯一的奇景 那就是一條馬路分隔出 兩個鄉鎮 以蘇花公路的雙黃線為界 一邊靠山屬於南澳鄉 另一邊靠海屬於蘇澳鎮 門牌單號的是南澳 雙號的是蘇澳 更怪的是南澳車站 竟然歸蘇澳所有 這種讓人困惑的行政區劃分方式 源自日據時代的漢凡隔離政策 漢人駐蘇澳 原住民集中南澳 明明同一塊地 也硬生生割出楚河漢界 你擺它的證是蘇澳喔 南澳 蘇澳證對 南澳 叫南澳 可是你擺的這位置是算蘇澳喔 對 算蘇澳 對 你是住南澳還是蘇澳 南澳 你是住南澳 南澳這邊蘇澳這邊啊 蘇澳 也剩蘇澳這邊 所以你也敢問清楚是南澳還是蘇澳喔 對啊 在屬於蘇澳那一段賣手工蛋餅 超過三十年的老闆娘 到現在還經常忘記自己是哪個澳 她說不方便是真的啦 像馬路對面的鄉公所 衛生所 泰廚所等等公家機關 都是南澳鄉的 她想辦個事兒 還得翻山越嶺一兩個小時到蘇澳鎮 她想你要辦固定住所的話 要去蘇澳辦 對啊 對啊 就不能去對面辦 來上去蘇澳 對啊 到蘇澳鎮要來蘇澳 還要兩百塊的那個計程車位 活不來對不對 也活不來 也不方便 而泰雅族佔九成的南澳鄉 圖力比較好 孫子到念書的年紀 所以就把戶籍從蘇澳 遷到南澳 你要五三 不用錢 對 不用錢 就南澳鄉 你看 鄉長在講 哪裡 全城哪裡那麼好 就是我們南澳鄉 就夠力量 你看 那蘇澳的要五千多塊錢 五千多啊 一區就要五千多塊 四號 那裡都不用錢了 很好 我要去上課了 我要去上課 其實居民不是沒討論過合併 也以大南澳人自居 只是外圍的政治利益牽扯太多 那條族群之間的線 儘管淡化模糊 百年之後依舊存在 然而且不管戶籍怎麼分 南澳鄉的蔚藍海岸 是大家共同擁有 兵店也大方提供旅遊資訊 給到訪客人 老店第三代林芳如跟老爸一樣 原本也在台北工作 也是一份對家庭的責任 讓她放掉銀行風險管理的高薪職位 回鄉賣兵 城市在起伏不平的歷史沙灘上 不去玩重機的林芳如 開海淡車向開玩具車 因著海風載著採訪團隊 探訪珠花風路二溫斷崖下的海石洞 我們這邊花東地區的最早期的部分 都是從這邊經過到出道去採買 買東西都必須經過這邊一些舊古道 在這邊的話 海邊的話其實沒有什麼遮蔽物 那剛好有這些海石洞的部分 他們就可以剛好在這邊休憩 7000萬年前 台灣的造山運動就源於南澳 海岸古道和驛站 編織起浪漫的海人的夢 潮來潮往 水面跳動耀眼金黃的 是南澳西出海口 行蹤飄忽不定 被稱為神秘海灘 你這次可能看到沙灘在這裡 下一次就不一定在哪裡 對 有可能在中間 那也有可能行蹤一種細苦 那叫神秘海灘 對 在行蹤飄忽不定 對 沒錯 零零波光反射 想看清神秘海灘 得眯著眼認真仔細 就像南澳鄉的美 一輕呼就錯過 於是被遺忘的台灣蔚藍海岸 繼續隱藏在蘇花公路 只會有心理人的美麗 南澳鄉有一座東澳灣 這個月牙形狀的藍色海灣 是釣客間口耳相傳的夜釣天堂 美麗的東澳灣 平常很少有人造訪 但是每年到了7月的夜釣旺季 安靜的港口就會聚集各路好手 黃昏時刻乘著清涼的晚風出港 在海上欣賞雪莉的晚霞 水下還有成群的白帶雲 有的人一個晚上就釣了上百橋 這一次出海採訪 我們很幸運地遇上了滿月 還拍攝到一輪明月 從海面升起的美麗畫面 到南澳鄉 除了體驗夜釣 海鮮也很值得一場 漁獲天天獻補 這種無菜單的海鮮大餐 當地居民都說 不吃實在是太可惜了 黃昏時分 準備出海夜釣的各路好手 已經登船就位 擺開釣竿清點工具 這個是給透抽吃 對 透抽 通常蝦子它在水面它會晃到 盛夏夜晚 是東澳灣最熱鬧的時候 許多外地來的釣客 專程開車到這兒 享受夜釣的樂趣 七夜到九夜 我們才開始有這個 夜釣的動作 夏天 白天太熱了 釣車有了 太熱也受不了 晚上像這樣 夜釣的話像這樣 釣個白帶魚 釣得靠天軟齒的話 像這樣出去的話 挺涼涼的 海風吹了 出出風這樣 今年夏天是第一次 跑了三四趟了 已經三四趟了 對… 夜釣為什麼一釣成癮 首先是從海上浮來的 溫柔晚風 接著是從海平縣奔放的 絢爛彩霞 像一像看這樣子的景色 然後就是那釣透 從人生下熱水 非常愉快 對啊 忘記台北人家 真的真的沒錯 而且真的只有到這麼遠的地方 景色也比較美 然後漁源也比較豐富 對啊心情就相對能夠很愉快 能夠就是免足以 就是一般在那種都市叢林裡面 那些壓力 對啊非常享受 再來悠悠升起的 是盈滿無暇的月 然後魚兒一尾一尾上鉤 好蠐蠔 談到啊 請問陳一華 他們叫過幾條 三百多條 三百多條 哪有致실 夜幕中白帶魚 像一縷銀色撕蟹 點亮釣客的神采 大豐收 當然這一連串美好驚喜 需要一位熟悉海域的 掌舵者領航 像這個夜釣的船 船長很重要嗎 對 因為都靠船長 有沒有魚都靠船長 所以大家都會 互相介紹哪個船長比較好 對 我們來東澳都是做他的船 還不錯 要換點就可以換點 有什麼需求 需要他幫忙 他都可以幫忙很大的 老公 頭部鯉鯉先到 這一帶比較多 你如果出外面 出區外面再深一點的話 那個都是吊白帶魚 所以潛地方是吊透湊 對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是這裡好的 黑水下 魚群的動態都逃不過船長 阿生的驚艷雷達 來 收稿的 來 叫白鯊 阿生說這種初級的小狗狗 難不了他 跟這一趟叫做小狗狗 對 是我們東澳灣的定點 傳釣小狗狗 為什麼要叫小狗狗 大部分的釣族 都是用比較小字的 像鹿芽竿 或是釣白帶魚的話 也是用比較輕的釣竿 阿生是東澳淘海家庭的孩子 少小離家到台北做塑膠模具 十多年前回到故鄉 改裝老爸的漁船 專門在釣客出海船釣機釣 正常釣客在釣的話 他們精神都很好 從到定點到收乾的話 他們大部分都是不睡覺的 所以下面那是給你睡的嗎 大部分是我自己睡比較多 那你這開船技術是跟誰選的 跟我爸爸選的 那這邊不好開耶 怎麼會按消耶 不要太靠近沿岸的話還OK啦 那你回來開船會不習慣嗎 暈船 你會暈船喔 也是暈船 船長自己暈船啊 剛開始沒有接觸過啊 一定還是會啊 他多久才客服暈船 差不多一年一年左右吧 對啊 你爸爸不會笑死 一定笑的啦 東澳灣很漂亮 而且他每天的日出啦 然後我們沿岸的風景很多遊客 他們都說很漂亮 只是說東澳這個地方 南邁北往小村莊 所以人比較容易疏忽掉 所以他藉著這個 我們東升這個五十一台 把我們東澳灣推廣出去 海灣 椒岩 寶石蘭的太平洋 阿聲說不是自賣自誇 少有人為破壞的東澳灣 確實擁有整個東海岸最美的景 因此他把握每一個開船導覽的機會 不管進港出港多少次 從不厭倦 清晨 殘夢未醒 東澳灣的漁船早已目著驚慌 從海上返航 這是今天早上的漁獲 對… 對 馬黃海膽 還有龍蝦 山板上這一大箱漁獲 是海鮮店老闆阿龍 夜半摸黑 下海兩趟的成果 早上三點多去收一趟 上面還有…還有一箱 所以一個早上要跑兩趟 對… 比較新鮮 我們的食材就是像這樣 有什麼賣什麼 像今天早上 比如說今天早上抓到什麼魚 釣什麼魚 店裡就賣什麼魚 要維持南澳香雄妻的口碑 阿龍很拼 天天出海捕獲 新鮮食材運回店裡 他手腳俐落的烹調 生蒙海鮮 一道一道端上桌 這是我們淡水的烏拉香 跟海的烏拉香完全不一樣 它煎起來整隻都好 這個是我們這邊的特產 這個烏拉香 沒有 它們… 細得往… 讓來撈 讓來撈這樣 早上抓的花枝 讓它滾就好 吃起來甜度不夠 鮮米讓我鮮 鴨頭這樣弄不夠 它的頭在這邊嘛 它的頭在這邊 然後… 結果它走是走這樣 俗稱豆退露的浪花蟹 做成嚴肅口味 點生龍蝦 就要吃原味 它本質來吃才夠 什麼原料都不用吃 我才是要這個螢幕 鴨頭跟鴨頭 沒有話講 要不是 你看這個 早上喔 早上在海裡面有 現在中午在我們肚子裡面有 顧客吃得過癮 阿龍在廚房忙得更起勁 即使一個人長出店裡來再度客人 他也能夠從容上菜 這樣行喔 我差不多做10桌的 這個時間 做10桌 因為下一種拍就比較慢 對 在台北做黑手十多年 阿龍為了照顧生病的父親 回南澳老家補儀 後來又在港邊開了小吃店 料理當天現抓的海鮮 結果很對顧客的胃 不管在地人還是外地人 都喜歡阿龍的手藝 還有他開朗真切的笑容 去年阿龍的兒子 意外從火車上摔下來 喪子之痛 讓笑容從阿龍臉上 消失了好一陣子 不要想那麼多啊 朋友都會來 來阿龍來陪我 沒問題啦 沒有啦 我們鄉下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比較好的馬踢 都會在你 在你最那個的車子 跳出來的江流 到南澳鄉除了吃海鮮 買海鮮也很過癮 剛剛從定制漁網 撈虎上岸的漁貨 胡跳跳的碩打肥美 婆婆媽媽拿著塑膠來 滿地搶貨 你買那麼多魚 這個太… 這個是什麼 這個西瓜 西瓜的菜 哇 這什麼魚 這個鰻竹 也可以做 這個鮮魚 鮮竹最好 這一家子專程從台北淡水 有備而來 OK 你們是哪裡來這裡買的 台北 淡水喔 對 哇 它是專程來這裡買的 對啊 是煎嘛 你們是開餐廳的嗎 對 然後自己要吃的 對啊 哇 開家店 這樣好 這樣好 現在要去的地方就是定制漁網 對 我們看那個定制漁網 來看他們的作業 一天收網兩次的定制漁場 讓南澳的藍色公路交通繁忙 水上比路上還活絡 好大力喔 好大力喔 可以 OK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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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血的船員 熱心的船長 熱情的戀家 南澳縱使隱身偏鄉 依舊熱力十足 歡迎來當奧客 歡迎來當奧客 穿他們 Horror 嗯 喔 鍊 你 夠 bey 哦 an